后赵开国之君 石乐 在魏晋十六国时代 是一个成功者 尽管他很成功 但是他也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致使得后赵国 国运并不久长 什么错误啊 就是接班人的人选问题 说来话长 石乐统一北方之后 我们先看看 两晋时代的天下形势 当时的形势 跟东汉末期的三国时代 是惊人的相似 后赵占据北方 他的疆域相当于 当时的曹魏政权那么大 而东晋呢 在东南 跟那东吴差不离 西南呢 是流民李氏建立的成国政权 李成政权 那相当于巴蜀的位置 经过开疆拓土的发展 跟蜀汉也差不离了 除这三大政权之外 还有一些周边小国 主要有并州北部 拓拔市的代国 梁州的张市政权 以及辽东一带 慕容市 段市 等等鲜卑族人 他们的部落 石乐的后赵国 看起来应该是当时最大的 最强壮的国家 但是内部危机 是十分严重 什么危机呀 民族政策问题呀 石乐是杰族人 他以杰人的身份起家 建立政权 所以杰族人 在晋朝的地位 一下就升高了 原先这杰族人 在晋朝统治时期 那个地位是很低下的 现在一下 成为最优秀的民族了 那这一下由自卑 走向自负的顶端 这个报复心理是存在的 您看不是说五湖乱华吗 即便在五湖中 在当时晋朝当权者的眼里边 这杰人是五湖中地位 都是最低的 现在取得统治地位了 对汉人 他能客气得了吗 要不石乐 打仗了之后 抓着汉人 一杀着成军上万去了 当然 跟匈奴他也没客气 屠杀 造成了民族的仇恨 后照总体上 对汉人的政策两个字 就是压迫呀 石乐认为 后照是杰人的国家 当然 以杰人为国人 严禁人们使用 有污蔑的字眼 比如说胡啊 杰呀 这路字 用了都有罪 在统治阶层中 石乐大范围的 任用杰人 来帮着管理国家 那么杰人就有了很多特权 在后照国里边 杰族人可以仗势横行 抢掠汉人 即便抢了汉族 士族 那大家族 被清洗了 这也不算有罪 可以赦免 有一次 有一位喝多了 这是胡人 喝多酒 骑着马 闯进了宫门 石乐大怒 这是宫殿 你随随便便 骑马进来 那那行啊 就问那宫门执法 说白了就那门关呢 你不知道 我的命令吗 君主有令 他的威严 应该波及天下 何况就在我眼皮底下 这是宫阙大门呢 你怎么给我管的呀 刚才骑马 闯进来什么人呢 你凭什么把他放进来呀 执法这位 简直吓得都傻了 扑通归岛在地 陛下 刚才 喝醉酒了呀 他醉嘛 刀枪的 那是喝多酒了 他才闯进来 这胡人我怎么管得了 我也挡不住他呀 喝这胡人 这是说不清啊 这门关话也说完了 人也堆废了 为什么 怎么呢 不让用胡这个字眼啊 我一口劲 哎呀 数不过来 说了五六个 我这光掉脑袋 都不行了 没想到石乐听完 他乐了 胡人 是不好跟他们说话 是啊 喝得醉了 也难为你了 你看今儿 石乐高兴 对这公文执法 居然没有治罪 这就是万幸 石乐对汉人的文化 应该说比较尊重 你别看他压制汉族人 但是对先进文化的吸收 学习 石乐还是很主动的 他身边也有好多汉人 你看立国之前 那大谋士张斌 那不就汉族人 现在他身边也有好些 汉人的优秀知识分子 特别是汉人中 低级士族 他的禁令对这些士族而言 倒不是很严格 觉得这些人也有可怜之处 您就拿石乐的参军来说吧 他手下的参军叫樊坦 这樊坦就是汉族人 生活极其清贫 因为他的清贫 才学 石乐就升了他的官 升官之后 皇帝得召见召见他 结果他一见面 石乐吓一跳 他就发现这樊坦 穿得破破烂烂的 这什么衣服啊 樊坦坦 何以穷到这一步啊 你是参军之职 说白了 你有薪水 有俸禄 也不能太惨了 导致导致 这樊坦 生性 诚恳 现在皇帝问他 他又毫不隐晦 跪倒在地 陛下 您问臣 为什么穿得这么破败 不堪吧 刚才 我遇到了一伙 劫贼 我的家产都被他们抢了 连这衣服都给我抢了 我这捡着 穿来的 樊坦说完之后 脸上也变颜色了 再直率 他也知道 这死罪呀 你看你刚才那门官 说那胡人的时候 五胡呢 兴趣是别的国家的人 别的民族的人 这杰族可就一个 而且樊坦刚才 口口声声 是劫贼呀 眼睁睁 这这后赵国里的劫人 就可以在大街上抢东西吗 我这汉人 他把我抢了 这是一时气愤 他全凸了出来了 食乐今儿脾气更好 要这么说 这帮劫贼也是够可恨的 就这么乱抢 连我的樊参军都敢抢 这样 我替他们给你赔偿吧 赔偿你一辈 樊坦 吓得是磕头认罪呀 诶 食乐大肚的摆摆手 我这禁令是对付普通百姓的 跟你们这些老书生啊 没什么大关系 赐给他车马衣物 赏了很多钱 但是食乐可不是对所有的汉人都这样 他对待汉人是典型的两手政策 得到了一部分汉族世人的拥护 但是基层的百姓 对他可是怨声载道 隐患依旧存在 现在北方 毕竟相对而说是进入了一个短暂的休养生息的时刻 后照初期的景象 可以说是比较兴盛 食乐做了几年皇帝 就开始犯错误了 除了这个民族政策问题 都犯的最大错误 就是接班人人选 食乐没立太子呢 一登基就立了太子了 是他的二儿子 叫食红 这食红跟他父亲食乐 不得像 食乐是跨马之宫 正煞南北 这食红 他对治理国家的态度 强调的是文质 食乐很担心啊 经常跟他一块商量 孩子你这样可不行啊 当今天下并未太平 怎能偏文而轻武啊 我得给你找几个好老师 食乐精心安排了当时的名士 传授太子兵法 武术大家 教太子练剑 骑马 刀枪棍棒 你能学都学点吧 可是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食红依然是中文而轻武 当时食乐手下主要的谋臣 有一位叫徐光的 食乐经常跟徐光发牢骚 说我这个太子 生性暗弱 一点也不像将文之子啊 徐光满脸陪笑 陛下 您认识到就好 汉高祖马上取天下 而孝文帝呢 就像汉文帝 他沉静少言 所以能做守城之君 也才有了后世文景之志啊 圣人的后代 应该都不喜好残杀 这是天道啊 但是您也得督促的太子 重视武功治国 是啊 食乐听了很高兴 忧伤劲就减少了一些 陛下 我看皇太子 这个人 人效功顺 倒是陛下应该提防一个人 徐光说到这 眉头一皱 脸上 献出犹豫之色 嗯 食乐把他大眼珠子一瞪 谁啊 中书大人 弹奖无妨 徐光官拜中书令 那是首要辅政大臣 你说谁吧 陛下 我让陛下提防的 就是 就是 这 你倒是说呀 中山芒 石虎啊 石虎怎么啦 这石虎 凶残 狡诈 我怕将来 帝位 难免要从太子手中 转到中山芒的手中啊 应该 慢慢削弱石虎的兵权 您得让太子 早一些参与朝政 巩固国家呀 嗯 石乐点点头 他心里边起伏连绵 想了很多 他觉得石虎 这个人呐 很可怜 咱们前文书提到过石虎 石虎 自济龙 他是石乐的侄子 您想想 石乐早先不给人当奴隶吗 那家都乱了 打散了 叔侄 早已分散 连石乐他妈都丢了 他哥哥死了 石乐自己辗转流离 后来成为 刘汉手下的大将军了 他把这侄子找着了 是他找来的吗 不是 是原先西进的那位大将 并州刺史刘坤帮他找来的 刘坤在并州一带 强调以一智一意 以胡大红 所以他要收拢好些 少数民族 有作为 有志向的将领 为自己所用 他最看重的就这石乐 为了安抚石乐 收拢石乐 他替石乐办了很些实事 其中就包括 让他们亲属团聚 母子重逢 把石乐的母亲找来 同时也捡着这石虎石济龙了 捡着阿姑儿啊 送到石乐的营中 石乐也没投降 大概是因为这石虎石济龙 跟自己的命运很相像吧 石乐对这石虎格外的关爱 大力培养 让他冲锋陷阵 石虎也是原猛将 在石乐建后赵国的过程中 石虎是屡立战功 正因为他善于打仗 所以有了凶残的个性 石乐同意刚才中书令 徐光说的这番话 可是说他要将来 窜自己儿子的胃 石乐也得不得相信 没过多久 别的大臣也有觐见之言 跟那中书令徐光 说的这大同小异 说这中山盟勇武国感 身通全脓 满朝文武都比不上他 他眼中大概除了陛下您 视别人都如粪土草芥 他自己统兵打仗这么长时间 威望是内外皆知 但是中山盟的这个个性 他太不仁慈 太不忠厚 残忍好杀脾气暴躁 现在他都长大成人了 他的儿子们也在成长 有的已经掌握兵权 陛下必须得想想 您在位 当然他不敢造次 那么他又这么不愿意干预人下 辅佐少主 不该说这句话了 陛下如若百年之后 难免留下后患了 有那么句成语 养虎一患 说的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你看大伙都这么说吧 时乐倒不干了 这当皇帝容易骄傲 这皇帝的错误最好他自己来认同 你看那徐光是侧面建议 先肯定稍微再提一点意见 还有人这么说 时乐就不耐烦 石虎毕竟是我的侄子 是我的得力干将 你们这些人懂得什么 如今天下未定 大战马上就要爆发 现在的太子年纪又这么轻 应该让有能力的人来帮着他辅佐他 众山芒石虎 功寻卓著 本身又是皇亲 他我侄子吗 我正应该为以重任 至于像你们说的这么危险吗 我看呢 你们是不是怕人家大权独揽 你们无力相争啊 放心吧 想来我真要不行了 顾命大臣绝不会是他石虎一个人 你们的忠言真会考虑的 说的这几位大臣眼泪都出来了 不是这意思 算算不聊了 一抖了袖子 石乐把这帮大臣都给打不走了 徐光又来找石乐来了 陛下刚才那些话您有点严重了 毕竟敢于直言的大臣是忠心无二的 是为了陛下考虑 中山王 石虎石济龙 是您的骨肉不假 也是当年皇太后养大的 是您母亲一手把他拉不起来 那是亲孙子呀 可毕竟他不是您的亲骨肉 不是您儿子 他有这么大的功寻 那不是仰仗陛下您的神威吗 他不过尽全马之牢而已 陛下赐他们父子富贵荣华 已经算黄能浩荡了 昔日曹魏重用司马懿父子 结果亡于司马家族手中 当年情景 陛下不应该忘怀啊 如此以往 知空日后 石虎父子 就是咱们本朝的司马懿父子啊 石乐叹了口气 中书大人 你说的朕都明白 但是现在吴蜀还未平定啊 吴国就是东晋王朝啊 建都在南京 当时叫建康 蜀呢 就是那里程政权的 现在我就怕人家说我是一个 不能统一天下的无能之君 一想到这儿啊 朕这心里就格外的不爽哟 这是这石乐原话吗 而且这意思吧 一想这事我就别扭 徐光连忙进言 正因如此 我就替陛下您想的更多了 方才我提 天下不同意 远不如您心腹之患重要啊 您怎么还有心思 担心吴蜀未曾平定的 手足之患呢 石乐没听明白 何为心腹之患 何为手足之患 吴国蜀国的事 那是手足之患 谁能保着咱们大赵的江山 这才是心腹之患 这个事得先做好了啊 陛下想 曹魏承接汉朝 为天下正统 当年刘备 拒巴蜀却不能说汉朝就没有灭亡 汉朝还是亡了 孙吴跨江东 跟魏国怎么比啊 而陛下您现在 统领两部为中原的帝王 那司马家的后代 与刘备无异啊 成国的李氏 跟孙权相仿 这不过都是些 手足小患 不足挂虑 真正的心腹之患 还是中山王啊 这个人应无仅次于陛下 全清朝也 但是他不如陛下您 他见利亡义 狡诈残暴 对皇太子有轻慢之色 根本就不是一个忠臣的样子 样子能看出来吗 石虎长得多凶啊 挤了这位徐光徐大人 都要给这石虎中山王项面了 陛下万年之后 外衣又不错 这心腹大患 谁来平定啊 使得一听 要说自己这侄儿 长得比那儿子 是狠了点 长得横得多 脸上那肉都横闻的 可这玩准吗 这一想到打仗 还是不愿意夺石虎的兵权 做了一些小调整 什么调整啊 把那权力分给太子一点 让太子提前干政吧 这一来 石虎更不满意了 就在石虎蠢蠢欲动的时候 这边后召开国之君 石乐 一并不起 临终前 大概是回光返召的那一丝清醒 让他突然感觉到了石虎的阴谋 就隐藏在自己的四周 可是这会儿再想调整 力不从心了 只能给石虹石虎 这树败兄弟 留下了一番无力的遗言 让他们以司马氏为前车之剑 共保国家安定 可别再来什么霸王之乱了 千万别窝里返 说这话有什么用啊 临终前他拉着石虎的手 希望他追思周公霍光之举 不要给人留下什么把柄 学学周朝的那位扶正周公 学学汉武之后那位扶正的霍光 你琢磨琢磨吧 石虎不耐烦的点点头 石乐撒手归天 他这刚咽气 石虎一声令下 把太子给我压起来 好嘛 刚才俩人还在跪着接招呢 这会儿那太子石虎 哭得都快背过气了 马上被人就看起来了 把身边不顺溜的 老呛呛着要把自己 废掉的那些大臣们 什么忠书令徐光啊 什么太子的舅舅啊 抓起来马上就杀 就在石乐尸骨未寒的时候 他就把那些扶正大臣都杀了 石虎提四筛康 都做一团 他哭通一声 给自己的书伯大哥跪下了 要不您来继承地位吧 哎 石虎摇了摇头 皇帝刚走 太子继位 这是天经地义 我岂能乱了礼数 他还不要 石虎越坚持 石虎越发怒 皇上刚走 你这什么意思呀 啊 你先得继位再说吧 战战兢兢的太子 坐在了并不安稳的 皇帝宝座上 石虎 不知怎么加封这石虎好了 封他为丞相 魏王 大蝉鱼 好嘛 就差败他为干爹了 以魏郡十三个郡 作为魏国 这都归你石虎 这不成准皇帝了吗 这石虎 没有石权 更无有威信可言 石虎 心满一族 大权独揽 但是这个野心的膨胀 那是无边无际呀 有很多石乐的子孙 都反对呀 你这干嘛呀 有起兵争讨的 石虎 能争贯战 发兵 大败那些造反之人 甭管你是姓石 还是姓什么 只要是反对我的 我全杀呀 把石乐的好些儿子 都给斩了 西中有一个 被他拿火火火给烧死 多残暴 还有的抓着是 剁胳剁脚 最后再斩首 就这样杀 石乐的子孙们 没停了造反 石虎也没停了杀 杀了一年多 还没杀境呢 就在太子石虎 继位的第二年 石虎终于不愿意 当这魏王了 怎么的 与其这样 弄这么一傀儡 还不如我自己当皇帝 他先把石虎给废了 软禁在宫中 石虎凭着自己的军事实力 扫除异体之后 最后把矛头 就指向了皇宫 他仗剑入宫门 手扶着剑霸 暗自冷笑 不知石乐在天之灵 是否感受到 他自己犯了 多么严重的错误 正所谓杨虎 一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